哈囉 島奇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皇室戰爭啦 那細夏的話 哲平進行站在這邊載服載城喔 那我們是又回去玩了我們這邊熟悉的這個房屋建築啦 因為我覺得房屋建築的話基本上他比較多一些可以就是反打或是攻勢的一些東西 而且我這邊的這個平均等級也是比較稍微就是高的喔 你看我這邊的話就有兩個是這個九等的感覺等級就比較低 那這邊有觀眾跟哲平講說如果覺得等級低的話是可以來打一下這個一級聯盟賽喔 那來這個聯盟賽裡面拿一些獎品的話是可以來升級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卡牌的喔 那我們就來打一下一級聯盟賽 而且因為我們寶箱這邊就會就是那個嘛 就是在這邊就是一直不斷的那個 站空間所以 我覺得平常如果你的寶箱沒有就是滿的狀態的話應該也是可以來打一下這個一級聯盟賽然後來這邊拿獎勵 因為這個一級聯盟賽好像是不會拿到這個寶箱的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工程器也是很少見的你知道嗎 就沒有那麼多人在玩工程器的 但是最近也是平平一直就是看到就是一直出現這樣還蠻特別的好不好 好左右路攻 這邊左右路開攻 公主跟我們那個OK 這邊法師 野豬騎士 凡人的東西 砍爛這法師 加個滾木 喔沒有耶 對啊最近那基本上都是 帶個電塔或什麼的 這個也是很麻煩 完了這樣的話他好像就是 快贏我了 我這一波的這個 投資是失敗的有沒有看到 那邊左邊是2089的這個血量然後對面是滿血的這個狀態喔右邊還有一個 損了這個2744 所以我這邊的話這個屋子 完完全沒有達到該有的這個效果可惜 沒關係 沒關係好繼續走起 所以其實公主的話這個人是覺得真的是 很OP的這個存在 繼續這樣走起 能燒就燒 旁邊還是一樣的那個 基本套路 這邊很慘啦好不好因為 這邊的話我們右邊起碼會吃個好幾下這樣 哇 欸他這邊可以連續 HOPE我好幾發我的天 OK還沒還沒出到 幹又超級騎士 喔好煩喔 我看到超級騎士就好兆喔我的天 到底是怎樣 頭號死名單 氣死我了 又是超級騎士 好打不贏就加入是不是 要我來玩超級騎士是不是 好 我等下就玩超級騎士 氣死我了 看到那個 過來的時候我就會 整個就很 情緒就很 很很那個 不受影響你知道嗎 喔不受 就是無法控制你知道嗎 煩死了 超級騎士 OMG 好這一場爆開了 尷尬的要命 好我們這一波換也是換失敗了喔 因為我最近基本上我都在玩石頭啦 所以這個 還要再去抓一下感覺 還要去抓一下感覺 GG各位 沒了 哎唷喂啊 沒了 可惜可惜 沒關係我們來看一下 我記得我好像有一個 超級騎士的牌組 好啦這套了啦 來啊 氣死我了 來來來來 要搞就來搞 好不好 結果自己不會玩超級騎士 呵呵呵呵呵 我記得 我跟很多人打啦 他們自己是直接 就是這樣直接出出去吧是不是 開扁開扁 這個出出去就給別人十足的這個壓力了 對啊你看 超級騎士一直出出去就 滿滿的壓力我傻眼 好吧既然打不贏那就加入吧 也只能這樣子了 打不贏就加入我還有皇家野豬 喔 破機炮 破機炮也是很尷尬喔 哇為什麼他的箭魚這麼狂啊 哇傻眼 他的箭魚怎麼可以這麼狂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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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一下喔 欸他會越射越往後欸好酷喔 好現在變成防走破擊炮了喔 防守破砲 嗚~~ 阿幹 哼被他猜對了 沒問題啦好不好 打破贏就加入啦 自己來玩 自己來玩嘛好不好 就不會再閒了 是不是各位 我自己玩超騎 不然真的是會被超級氣死欸 一個出來就是 這樣子受不了 好啦超騎果然還是厲害 好不好 哈哈哈 而且我們試一下因為跟很多超騎打過 欸他這個也是可以拿到 寶箱的啊我剛剛說錯啦 他還是可以拿到寶箱的所以 基本上好像不管打什麼都會拿到寶箱欸 呵呵呵呵 好啦打到不贏就加入啦超級騎士啦 可以了吧而且觀眾推薦的 這套我覺得還算是蠻好的 他就是有兩波的進攻手段 你就可以就是 很好的做一波這個搭配 我覺得還行 我看到 不管怎樣進去都還是會咬到不錯的這個傷害呢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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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樣就一波一波進去了喔 這個猛的 就右路 右路這個 哇騎士喔 這樣子 吃點傷害沒關係 因為他右邊我小屁 右邊居然我以為要吃傷害就沒有 孤魯大軍 寶貝龍好了 那這樣他好像在賺 哎呀我的超級騎士一直出不來 感覺超級騎士跟我們之前玩那個石頭人也是蠻像的就是那個 最後那個就是大能量的時候那是一波大包吧這個時期 那個時候應該是最爽 好啦突然愛上超級騎士了 他一直就可以幹好多事情說真的 是蠻舒服的 看你怎麼守 嘿嘿想不到我是蝙蝠吧 想不到吧 哈哈是蝙蝠啦 哇靠 殺小 啊看是你的骷髏兵厲害還是我的骷髏軍團厲害 呵呵呵 想都沒想到居然是那個耶 哇嗚 他是那個耶 飛桶在加那個耶 好猛耶這個 原來他左路應該要爆了 照理來說啦 哎幹 完了 啊啊啊啊啊 哈哈哈 王家野豬 你看 王家野豬 掰掰 嘿嘿 這個有啦 這個超級跟這個 確實好不好 那也難怪大家都在玩超級騎士 合情又合理 就把一大堆都弄掉了 輕鬆又自在 好討厭 怎麼會有這麼討厭的角色在 但是當你在玩他的時候你會覺得好爽 喔五針 就是反傷型態對不對 反傷型態來了 MAGIC 哇居然是電車耶 哇 我們可以就是先看一下就是 別人是怎麼去解我們的那個超級騎士 然後學起來有沒有 學一下 豬豬咬咬 然後我們這邊再派一個女巫褲頭 因為他法師已經繳掉了 所以他是有電車的耶 電車加上那個五針 秀泰馬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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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要來了 阿完了電車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那個齁 阿我的蝙蝠 蝙蝠死光光 你看這個 菜騎士真的很誇張耶 真是酷耶有沒有看到 到底那個是什麼鬼東西 胃毛可以那樣搞 你看他一堆那個小東西然後過去然後直接全部都被 全部都被弄爆了 是要人家怎麼玩 瘋狂在罵超級騎士 這個五針也是阿 欸喔氣球完蛋了 我死定了 趕快趕快幫我擋一下幫我擋一下 OMG 欸別人防得很好欸我的天阿 唉唷來太快了吧 一直來一直來 完了完了我要被他弄掉了 他是那個五針加氣球 五針加氣球好像也蠻好玩的齁 哇 所以他的擋法大概就是 用另外一隻 大隻的 有沒有來擋你這樣子 那個 五針擋 然後最後一波的時候 五針氣球再加那個 我們那個火法 因為火法會把我的那個蝙蝠解掉 那這樣感覺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自己的那個什麼 我們自己的那個 天空部隊還是要蠻吃緊的 沒事沒事 多學一點 挺有趣的 加點小蝙蝠 欸炸彈塔是炸不到那個蝙蝠的耶 有沒有看到 好酷喔 炸彈塔是炸不到蝙蝠的 炸彈塔 爆炸 喔好 Achy 轉我法術也要這樣子弄 抱擦 應該可以打到幾滴抱擦了 讓你ải 他打我還要多哭了 炸彈塔 所以炸彈人的這個傷害都不會打到就是那個天空部隊 蠻酷的 呵在玩 在玩跳跳人喔 呵呵 好 你看有沒有 不是說 超級騎士最麻煩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他很好進去你知道嗎 超級討厭的 每次都這樣 他進去基本上就 又是一個大壓力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解豬騎士解決 喔不是野豬騎士啦 王家野豬解決 歐爾 再見 沒問題 我看到 這個超級騎士真的我覺得現在 對面一定也在那邊說 要超級騎士 酷啊 就一隻壓底然後慢慢走過去就 而且你只要看到對面一隻超級騎士過去對不對 他就要準備開始那個 思考一下到底要怎麼辦 啊你要說就是 其他隻那種就是大隻的也是差不多這種 但是 像石頭人跟大皮卡他們都是鎖塔的 所以就 不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你看 直接完全不想去扁 而且那個 超級騎士還可以解掉那種 範圍的這個兵 好扯 好不好 好啦 打不贏就加入了啦 搞不好超級騎士 可以讓我就是 往上飛有沒有 呵 傻眼 是真的很厲害啦 不過 剛剛基本上的話那個五針的那個打法也是蠻酷權 到時候再學一下喔 好 那最近的話澤民私底下應該會一直瘋狂先來打這個 然後拿到 更多的這個費用 那我們最後的話就是 可以升等級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 要升什麼東西 因為我這邊 錢最近因為在升卡牌 升到就變很少了喔 好了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超級騎士的一些牌組呢 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我是下班下見咯 大家 BYE BRO YEEE